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颅那么大对脑组织造成的手术上的一个损害 我们知道如果是开颅的话 虽然是机救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有效的一个治疗手段 但反过来是出两面 它已有手术本身要对脑组织产生一种损害 同时开颅以后对脑组织的暴露比较多 暴露以后也要导致一些损害 所以说不开颅没有破坏它的脑组织本身的生理机构 又没有对脑组织造成新的一个大的一个破坏 所以说神经功能得到最大的保护 又治疗了原发疾病 所以说维床治疗是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手段 呼uts 当时内诺判斗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